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不管赚多少总是存不住 比如身上有三万块准出五万块的事 他有八万块准出十万块的事 他总是在一种灾难当中循环 在各种意外当中挣扎 或者一有钱就生病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以老师看事这么多年的经验而言 这种人就是欠了过多因债未还导致 我们有句话叫做因债不还 扬债来补 什么意思 就是明明众生在转世投胎为人钱 都在地府路库中借了此生所用的钱财 在路博上登记 并向民司许了偿还本命银钱的愿 这本命银钱便是收生债 也是我们需要还的低笔因债 如果一直欠着不还 民观就是削减你的运道 将你在阳间的俸禄添入因债 如此世事累积 因债越来越重 运势再难回转 所以说如果你多磨多难 没运当头 夫妻离心 财运寡淡 精疲力尽 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 都是地府在提醒你 该还因债了 那如果你出现上面的情况 想还因债 可以私讯老师 或者在主页添加老师联络方式 老师为你查询因债 在诸天先佛面前见证 开谈做法 堂还你的因债 祝你的生活更加顺利 好运滚滚来 期待 期待